23日,路易威登惊喜宣布全球知名布莱拼成员Lisa担任全新品牌代言人 消息一出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然而,网友们的态度不禁相同 有人对Lisa的实力表示认可 也有人对她的个人生活和作品提出了质疑 甚至说到,为Avery三公子被白摊 然而,从现实来看,贝尔纳·阿尔诺1983年进军巴黎时尚圈 1989年收购Avery,数十年来高歌猛进,攒下来全球第一的家底 作为世界奢侈品教父、精品界的拿破仑 不会因为私人感情而为品牌做交易 况且,全球代言人的头衔 为什么不给大儿媳妇或二儿媳妇 偏偏给了八字还没一撇的Lisa呢 对此,就有网友分析表示 Lisa为何能拿下LV的代言人呢 首先,自2020年以来 Lisa一直是奢侈品牌集团LVMH旗下品牌司令的品牌大使 而现在,LV也是同公司的品牌 多年的合作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 其次,Lisa与LV三公子的恋情 大部分舆论认为这是Lisa要攀登豪门 而在这一段时间内 恋情被高度关注的同时 品牌的关注度也逐渐飙升 因此,两人的关系对于利益来说 更像是互相利用 最后,Lisa与LV的匹配度 在官宣的形象大片中 Lisa一连换上多套不同风格的服装 顶着其标志性的刘海造型霸气线身 对比专业模特的look形象一点不输 品牌创意总监已提到 Lisa个性强烈,反映在创作中 因此让品牌作品有着独特魅力 她也表示,欢迎Lisa加入 她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魅力 因为和时尚一样大感和富有创意 能够陪伴她踏上这段旅程是一种用心 对此,大家对于Lisa代言LV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留言讨论 爱的韩社,美丽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